三万一千三万两千 人潮满满 挤爆赠品兑换处 工作人员忙个不停 民众大排长龙 全是冲着百货周年庆赠品 考验消费者耐心 觉得其实蛮浪费时间的 所以其实有时候算赠品很好 但你辛苦排到之后 那也换完了 其实还蛮交险家热情的 算算得排上两小时 才能换到保温杯或是小毛毯 让周年庆带来的庞大商机不容小觑 现在电视购物也要加入战局 借出50寸电视和小家电 光是满额赠品就大手笔 那整个就是用 它只要在我们的APP登记 就可以送的方式来做 那通常我们回馈最高的金额 可以到27%左右 利用这个机会 一方面也把整个折扣做得深一点 希望能够刺激一点消费多一点 两边通路大PK赠品项目 一个是满额赠或是满钱送百 电视购物主打商品限责和满额赠 时间限制也不同 百货公司得当天换 电视购物则在期间内累积 兑换方式 百货公司也得当日换好 但电视购物则可以透过APP 及时兑换 省去排队时间 我们今天给大家的组合 总共是三套六件 一边是购物专家 头头不绝 讲得让人好心动 另一头是自己得花时间逛街 好处是看得到摸得到 两种购物方式各有好坏 周年庆行销经济学 哪边受青睐 消费者各有所好 三地新闻许欢迎于春雅 太北报道 专利的月牙提拖袋 就帮你做到把胸型稳定 集中固定 你看啊 它就像是我们的那种压迫感 对 可是我因为这个专利的月牙提拖袋 它就像你一样 之外 我们家还有更厉害的地方 来 四个叫做 一般 好